这绝对是七月不容错过的蠢爱新番 父亲突然决定再婚 男主就多了个便宜一美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住在一起 会擦出怎样的红花呢 男主浅村犹太的爸爸突然宣布再婚 今晚便安排有见面会 让大家熟漏熟漏 本来爸爸幸福也就足够了 各对方还烧上个脱油瓶 一想到未来统住一目眼下还得带蛙 男主就不知该如何面对 殊不知见面会上 女孩与照片的岁数差得不止零星半点 他面带微笑 自称叫林赖杀技 和男主一样是高二 只不过生日迟一个月 所以是妹妹 之所以没有长大后的照片 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眼神很凶 男主全程搬出客套模式应付 殊不知林赖早就看穿 把男主叫到无人角落说悄悄话 刚才的幽默 说话方式和表情全都感受不到日情 他对男主没有任何期望 所以希望他也别对自己抱有任何期望 这正和男主之意 男人就这样约反三张 继续当外人 然而越离不赖 越容易打脸 几天后母女俩正式入住 吉姆带到一丢丢见面里 父亲也好面子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男主把林赖带到她的专属卧室 望着眼前宽敞明亮的房间 林赖有些吃惊 毕竟以前住的破旧公寓 只有六块榻榻米大小 好在妈妈晚出早回 与女儿生活节奏完全相反 所以睡觉时才可以独占地铺 男主觉得不好意思 想来如今家里多了两个男人 更加不方便 林赖却不在意 倒是好奇男主怎么一直用禁语 若是顾虑他就不用那样 两人同意随意点也行 听后男主便一改口气 既然一面已经坦诚相告 这样做自己也轻松 林赖随即笑书生 轻易磨合简直帮了大忙 从前以这种模式去找朋友 到头来都会被喷 所以除了一个人 剩下的全断胶了 只因林赖不想费时间去猜脸色 短暂交心完后 身世的男主提一帮异妹整理行李 聊起天才得知两人读的同一所高中 他告诉林赖 在学校会尽可能装成外人 可对方完全不在乎 只说这样做可能对男主比较好 还没理解其中意思 男主就接到一通来店 使兼职的书店临时要求他来帮忙 老司机学姐很快闻到男主 身上浓浓的女人香 拔过他是不是交女友了 纯情男主只想立刻早退 学姐于是转移话题 问他和异妹相处如何 男主诚实回答是个美女 学姐又开始不想联翩 但此刻男主更烦恼的是要以什么态度做兄妹 学姐提提她自然相处就行了 放工回到家就见林赖坐在客厅里 男主不经意说到我回家了 得到的回应却是敷衍 尴尬全写在了空气里 林赖才解释是自己不习惯 从前和妈妈的二人生活 两人些少正面交流 男主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 但上次的出门购物却是很久以来才一次 男主思想想后问林赖要不要先洗澡 如今就连这种尴尬的问题也要过一遍脑 贴心的他在洗完后 重新放一遍热水敲响林赖的门 林赖隔空到了线 第一晚就这么平安度过 隔天早上林赖感谢男主 让自己泡了舒服的热水澡 但这样太浪费了 希望他不用再这么做 说完就先一步出门 他并没有说的是 第一次入住大房子 不知道每个区域都有区分的按钮 把家里的灯都视了一遍 才找到正确开关 即便说好了当外人 男主还是不免在一起溢美 发现他午休时都是一个人 智佑察觉他的视线 警告他别陷进去 男主表示有自知之明 和大美女并不般配 殊不知智佑宣说是林赖配不上他 学校里有很多不好的传闻 金发加上耳环的不良风格 还有那难以接近的个性 在班里极度不受待见 甚至后来有目击证人 看见他在卖 男主惊讶 智佑亲亲传闻 智佑圈说是以前有人和他告白 他本人亲自说的 我就是传闻中的坏女人 没打算和任何人交往 不仅如此 别的社团也经常这么说 男主吐槽 每一个人分别都是主观 数量一多反倒成了客观 谣言就是这么来的 之后上体预客 兄妹俩不缘而同都选了网球 然而林赖却独自待在休息区偷懒 男主上前搭话 林赖以为他是要说教 男主却只是问他 怎么也选了网球 林赖解释是唯一的朋友 真理要求的 真理是妥妥的射牛 基本很少有人和他关系差 林赖反问男主选择网球的原因 男主解释是因为没有团体赛 他不擅长受人期待 也不擅长期待他人 与林赖简直不要太合拍 男主有些意外 毕竟时髦的女生 一般会是班上的中心 林赖听后不嫌不淡 没人管他 倒可以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这就是意和哀的分别吧 回到家 男主与要出门的继母碰上 被告知晚饭已经做好了 男主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继母还要招待客人 继母想了想没有否认 调酒师确实需要招待客人 男主略显尴尬 看来自己是误会了什么 一直学习到晚上 林赖敲响了房门 问男主有没有高薪兼职推荐 最好是一两个小时 赚一万日元那种 梅子果然没出社会 一般的工作 怎么会有这种好康呢 听后林赖却一脸淡定 觉得果然只能卖了 书上也说要赚钱就必须卖 男主的母语是无语 劝他要多珍惜自己的身体 正因为珍惜才想多赚钱 不是吗 这话他敢在继母面前说吗 林赖说有什么不敢的 他还不高兴女儿长大了呢 林赖誉获男主的爸爸 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他开始打工的时候 搞了半天原来都在跨谱聊天 事后男主磕头道歉 林赖顺势提起自己的打扮风格 表示这是为了闯荡社会的武装 毕竟在看不见的地方 还是会有战斗 他问男主见到妈妈上班的模样后 觉不觉得漂亮 女人颜值高 妈妈怎么可能不呢 林赖又加了句 妈妈只是高中毕业 却见男主神情如常 没有联想到什么 他自顾自接着说 高中毕业美女特种行业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脑袋不好的美女用颜值当武器 虽然这都是胡说八道 却巧妙展开了不可规避的逻辑 有头脑没颜值就是不受欢迎的书呆子 没头脑有颜值就成了营业女 没力求助被说寄生 一个人努力就说连个靠山都找不到 所以林赖才会将自己武装起来 努力提升基础的同时 成为学业工作两不误的卷王 男主表示这样活着很累 可只要能换来的眼相看 就是林赖的本愿 这句话让男主想起了亲生妈妈 她又何常不是往卷王路上进发中呢 可归根结底还是害怕期待与被期待 所以想要快点独立脱离这些 男主答应会帮林赖找工作 明天就去问问打工的前辈 林赖心存感激 但不想单方面受贿 男主想了想让她以后每天都煮味增汤报答 因为今天的味增汤非常好喝 她已经好几年没喝过不是速容的了 可又不好意思麻烦继幕 林赖很快答应条件 之后便是隔壁天使那位 一早她便给两个男人做了早餐 男主提醒交易内容只见味增汤 林赖却说多付出一点是她的原则 乐天派巴巴感动死了 吃完精力满满上班屑 倒是男主碗里还留了一半 他解释接合包蛋习惯配酱油 林赖的家里一直用的盐和胡椒 抱歉说下次会先确认 男主也承诺会提供情报 尴尬在空气里流动 就说想不想新婚夫妻 男主向打工前辈打听心的坚持 说是自己想尽快独立 前辈圈她适当依赖别人 男主不想因此成为别人的负担 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总有人喜欢别人依赖自己 比如那些糖果家里 不时就资助一两个女大生 无论如何 前辈都让男主先试着依赖家人 男主原话照搬给林赖听 林赖惊讶她也有要好的女性朋友 表示会支持他们 虽然自己无论如何都想独立就是了 男主反问是家里的两个男人不够可靠吗 林赖表示恰恰相反 如果他们是坏人 自己也就轻松多了 无需接受突如其来的好意 动摇内心一直以来贯彻的想法和做法 之后林赖在男主的门前放了眼罩和香薰 好让她别因为自己的话睡不着 隔天上学 兄妹俩分开出门 还是在红灯口不可避免的碰上 男主适当保持距离 林赖也沉浸在银元的世界里 直到绿灯亮起 男主救下了林赖 把她带到一旁训斥 这种送命的行为实在没法做事不管 林赖惊魂未定好好认错 耳机也已摔得稀巴烂 放旋下起了雨 看着玄关口等雨停的林赖 再看着手中唯一的一把伞 男主还是没有办法不去关心她 这天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 林赖解释因为没有和男主家好友 所以提前打了家里的电话通知 无奈男主刚好洗澡完美错过 她将两人的兄妹关系告诉了真理 上次网求可 真理就注意到两人一起 刚才送赛也被她看到了 男主为轻率行为道歉 林赖没有在意 此次也成了两人家好友的契机 因为调酒师继母失眠 爸爸也正好晚上班 一家四口难得齐聚一堂吃早饭 不愧是隔壁继母的手艺 一款高汤蛋卷正服了两个男人的胃 继母笑着说女儿也会 以后可以做给她 林赖诚实说自己做不到那么好吃 男主于是谎称更喜欢煎蛋 细腻替林赖解围 刷盘子时提到了一周的衣服换洗 男主问要不要顺便帮他们洗 林赖却说内衣布料脆弱需要用洗衣网 两个大男人一起生活 肯定连这也不知道 她不想麻烦决定自己洗 高情商的继母引导 要不自己帮男主席 她才后执后拳羞红了脸 准备好正要出门 林赖叫住男主 她为刚才的言行道歉 只因先入围主 认为男主不穿内衣 明明自己一直在否定固化的性别角色 一串连珠炮让男主没有插话的空间 好不容易解释自己没穿女装 更不会私下打扮得漂亮 林赖还在纠结无法原谅自己 男主于是以她的角度出发 解释她是条件反射 可偏见会造成歧视 所以才要重新审视 既然重新审视后反省修正 也就不必再烦恼了 林赖停在原地 感觉无所遁情 放学回家后 见到妹妹的房门大开 男主忍不住巧了一眼潘朵拉之河 谁知林赖从后上线 之后是林赖率先剖开来说 给男主一记回旋标 觉得她被内衣吸引也是条件反受 随后单刀指入问她 有没有拿走的欲望 男主认了 但顺从欲望行动 又是另一回事 林赖的对话到此结束 两人继续着相安无事的日常 男主注意到林赖没什么精神 讯息问她得到了敷衍的回复 直到这天深夜 林赖敲响了房门 拖下身上的披风 紧一件内衣爬上了哥哥的床 画面切换到林赖的日记 揭露她一直以来的行为意识 初见就知道 未来生活的两个男人都不是坏人 原来那天 男主与之友的对话 她全听进去了 虽然恼怒男主听清了传闻 但也理解这就是别人的看法 不觉得麻烦愿意彼此磨合的人 是第一次遇到她不知所措 那天出意外 耳机的秘密也随之曝光 她一直在听英语绘画 不是音乐 只是觉得努力的样子很逊 不想被人看到 真理来家里那天 三人一起玩得很开心 是她记忆里为数不多快乐的日子 与男主的相处一直很轻松 男人的想法总是能产生共鸣 但她太懂自己了 逐渐变得危险 男主问她不是不愿被人说 用卫表当武器赚钱吗 如果不能用无关男女的方法 回敬就没意义了吧 林奈反驳 如果是男主的话 男主愤然打断 和是不是自己没关系 这是林奈的话题 带到双方冷静下来 林奈下意识开始倾诉 亲生父亲是个很温柔的人 但公司倒闭后就彻底变了 妈妈加倍努力赚钱养家 却被父亲一句 不过是特种行业贬低 怎么能因为自己难受 就去伤害别人呢 男主随即说起自己的家事 爸爸因为老婆外遇 很长时间得了孔女症 林奈望着她 说不定她也是 两人还真是相似 就连弱点眼 男主巧妙圆上话 正因为相似才得以相处 以兄妹的方式 林奈明白了男主的意思 道谢着结束了闹剧 回去后她写下了新的日记 今天两人成功把父母送出门 共进晚餐 提议的是男主 她真是心思细腻 正因如此 自己才不能叫她哥哥 有了一次 肯定就会无限撒娇下去 可称呼她的名字 心里深处却会涌出一种 无法言喻的感情 她无法为这段感情命名 因为从前不曾有过 回过神来就注意到了男主 与男男 时间悄然流逝 不知不觉已经在一起生活 将近一个月 兄妹既没有共同累积的岁月 更没有遗传精英强调的亲密感 但又不能仅用合租的外人来称呼 这天林奈毫无预警找男主帮忙 她的现代文学不及格 需要补考 为了避免暑假要补课的命运 于是请求男主来教自己 男主不禁诧异 毕竟她其他科目分数很高 林奈解释无法理解文中人物的心情 男主审完卷子后 发现令她陷入古战的文章 出自下母术时的三四郎 一篇描写自由恋爱纠葛的作品 她要林奈列列出不理解的地方 可林奈居然连基本的 三四郎喜欢美名字也不知道 整篇文章就在讲述 三四郎如何嫉妒其他接近她的男性 不得不说很好理解 林奈好奇反问 为何她本人不喜欢却从不直说 因为对上喜欢的人 心里的门槛会不自觉提高 想象一下初恋的经验 是不是经常被恋爱情绪扰乱内心 从而做出不正确的选择 但又对喜欢的人难以歧视 林奈直言没有恋爱经验 反而男主又如何 这种直击灵魂的问题 答案是也没有 既然两人都没有 表示这和考试分数无关 男主从说服变成了被说服 提议放弃投入感情借题 转用四倍 这些答卷都有极定的出题模式 就像历史只需要背下来就行 末尾男主还补上一句 林奈一定能通过补考 于是她压下小姐的态度 招来决定努力试试 那天起林奈日夜不歇 准备备考 男主为了支持异魅 主动暂时免去两人的早餐约定 自己随便考吐司电肚子 学校里趁着午休 男主上网查询高校学习的方法 太如神以至于真令精神也没察觉 射牛毫无边界感可言 上来就变着花样 甜甜换他哥哥 还凑近闻了闻男主的味道 说是要把长期考试的压力释放出来 诶 看样子你是不用补考咯 真令校说自己从来没拿过不及格 不如说每颗平均分都在90亿上 男主虽然意外 但也找到了修心 当即请教学霸如何提高学习效率 听到是为了厘奈 真令爱慰一笑 赞他是个好哥哥 但自己也没特别用什么方法 最多只是听听工作用逼肩 增进专注力 男主再度陷入思考 工作时被独卖前辈发现不专注 又来一波戳脸调戏 可只要其他同事在场 他就秒速切换严肃经验的态度 前辈你是真不会把本性给别人看呢 只有后辈你知道我的一切哦 得知男主在烦恼意味的事 独卖前辈表示能帮上忙 因为他平时也有听BGM的习惯 随后大方借出无限耳机 让他用更好的音质切身感受 林赖果然很喜欢 疑问才真是多亏那位又博学又漂亮的大姐姐 林赖在意问他们是不是关系很好 男主解释只是轮班经常拍在一起 文言林赖晃了神 这天早上两人都睡迟了 义母说林赖昨天学习到很晚 抱怨他开空调露肚子的习惯是一点没改 在整理书架时 独卖前辈给男主推荐了一本浪漫奇幻小说 最近还翻拍成电影 明天就要下映了 男主晚期还有排班 前辈索性约他打工完去看夜间场 就这样两人迎来了第一次约会 前辈似乎有些顾虑 问男主需不需要给义妹打电话报备 男主想了想 林赖应该也不会担心他吧 有了男主的回答 前辈也是没了后顾之忧 对话恢复到平日的幽默挥谐 两人还能一起分支爆米花 电影开始 内容讲述出自平民窟的男孩 邂逅了一名白发少女 少女手提一件不凡的小提琴 梦想是将音乐传遍世界各地 也一次遭到了神秘组织的追杀 男孩依然决定帮助他一起逃亡 无奈少女只剩半年寿命 病情加重后决定放弃 过程中是男孩不断陪伴在侧 鼓励他重振希望 男主见前辈看得认真 甚至似乎把自己带入其中 结束电影后护送前辈回家 公园里前辈买了果汁给男主做谢礼 男主表演单手开惯 前辈又开起玩笑 要是刚才拍下来放到网上 说不定能靠播放量血赚 男主笑说没那么厉害 前辈请丹自尽 男主很快拆穿他在说谎 即便如此也学起电影里的男孩 对他伸出手 说现在还来得及 这一刻前辈心跳如雷鼓 你就是这样温柔又有趣 不管什么时候 即使面对我的玩笑话 也能坦率认真给予回应 告白的话呼之欲出 回去后前辈回想起电影的后半段 男孩和少女摆脱了组织的追杀 而少女也治好了疾病 电影在两人的笑语中落下帷幕 然而生活毕竟不是电影 隔天一早 林莱感谢男主替自己盖上被子 询问他昨天看电影的事 听男主说观感不错 他便决定等考完试去拜读原作 不过这些都只是铺垫 真正想问的还是这句话 男主解释只是打工的前辈 加上两人都喜欢看书 自然就变得熟了 很快林莱便杀到了男主的工作地 美其明月来找书 实际是介意的要死 来看看那位美女前辈 得知眼前的人就是一妹 独卖前辈也是兴奋直说可爱 果然如男主所说 是个大美女 两人一如既往扳起嘴 在林莱眼中有些刺眼 前辈把话题让回林莱要找的书 他转而面向男主 希望他有什么推荐也可以说 如果是爱读书的他推荐 就不会错 就这样前辈回去负责收赢 男主留下帮忙找书 期间林莱盯着招聘起誓 若有所思 休息室里前辈感叹一妹果然可爱 那纯真的反应 让他瞬间梦回高中 就比如林莱对男主的情感 男主无语 林莱可是妹妹 好几有听说 关于男主和真领的八卦 言语她哪天恋爱觉醒了 会全力支持她 放学后八卦女主主动找上她 孤肩搭背 身后跟着林莱 望着二人付距离接触 面露不约 今天三人一起回家 真领抱着吃瓜心态 拍下小情侣 肩并肩回家 原来今天她来家里 是当林莱的一日老师 男主随即承包做贩责任 作为哥哥的一点支持 真领不嫌是多言语 男主以为跟着教学就没问题 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真领处理完妹妹来看情况 得之后慷慨相助 要对厨房小白哥哥进行鞭撤 没想到真领居然连主副技能也点满了 男主在指导下处意飞涨 很快就做出了一手食欲和经费满满的咕噜肉 肩中真领按捺不住八卦 好奇他们俩人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别说最近林莱变了很多 用的香水量还有擦汗的频率都增加了 这一定是因为有喜欢的人才采取的行动 而那个人只有可能是男主 在她看来林莱的这些行为是正常的 和形同外人的异性同居 不免会注意外在 这都能被你圆上 但随即真领又找到了证据 你看妹妹不就正盯着我们吗 这时生米组成熟饭 真领也是时候退场 由兄妹而事件 在夸完男主的厨艺后 林莱报告起学习成果 明天的补考基本可以通过 男主听完有终感到开心 来到隔天 上课时男主频频检查手机 打工也是经不在焉 屡屡犯错 索性升起了早退回到家里 可却迟迟等不回妹妹 外头下起了暴雨 听新闻说会持续到深夜 还有部分商界淹水 心里的忧虑叠加 她发讯息问林莱没事吧 你现在在哪里 全然不提补考的事 奈何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男主意识到她可能很沮丧 躲在哪里哭 于是抓起雨伞往外冲 在电梯口和林莱相撞 她表示不考结果不怎么好 只考了94分 何哥乐还不高兴 只因男主考了96分 自己赢不过她 学霸的失落我们不必理解 林莱感谢男主的担心 解释是去了比较远的大型超市 买些上好的食材 要靠了男主这一个月的帮助 男主出言推辞 林莱有些发酸 如果不是年长的前辈 你就不能坦率依赖吗 可怜的独卖前辈躺着中枪 男主的解释还是一样 只是打工前辈 林莱凑近距离 你可以像依赖她一样 在家也依赖我哦 就当是妹妹的任性吧 此刻男主也只能乖乖硬下来 只是有最后的问题 为什么不回简讯呢 林莱解释是手机没电 但日记里可不是这么说 自从开始在意独卖前辈的存在 她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就会想象多余的画面 嘴上说不在意 身体却很诚实 一次次在日记里记录这些 那天男主回来的很晚 担忧下打扰我父母 才知她是和前辈去看电影了 自己没有收到联络 想象也没有被通知的理由 但心中梅莱又产生了讨厌的情绪 她开始自我嫌恶 心烦意乱 像这要对男主说句欢迎回来 所以改在课题里学习 结果没能冲到她回来 早上起来身上盖了条被子 昨晚的心烦意乱 好像稍微减轻了些 因为太在意赌卖前辈这个人 不自觉来到了男主打工的地方 真人既漂亮又充满魅力 和男主十分般配 盯着海豹招聘时被店长搭话 鬼使神差回答了是来面试的 她为自己找了理由 虽然不是高薪工作 脚踏实地也是不错的选择 顺利通过补考后 她悄悄跑来KTV 一个人准备面试的练习 因为不想被男主看到 要是问为什么偏偏选了这家店 她也答不上 好笑一说出口 有些真相就不得不揭开来面对 作为补偿 打算给男主做一餐丰盛的 网回家和手机没电 统统是编好的谎言 但骚谎过程中 却助长了违和感 她似乎逐渐理解了自己的行为 理解自己对男主的感情 三四郎为什么无法对美女子说出爱 因为在这一刻 自己也变成了她 日记里用文字表述也犹豫再三 面试成功通过 在书店遇上男主 也不得不向她解释 害怕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她所不知道的男主 她和前辈的关系 若是能够接触更多 便能从攒乱的思绪中解放 很快暑假来临 父母注意到孩子们还在互称姓氏 尝试诸公 可含蓄的二人坚持 这样就好 见他们整个暑假忙着打工学习 父亲担心下提醒他们 上了高三就没时间放纵 趁现在得好好享受 那和两个卷王听不进去 加上他们也没什么朋友 男主来不及提起真理 就被林莱一句没有计划堵住 之后她来解释没有生气 只是和真理不是一起出去玩的关系 男主人都傻了 她来你家好几次都说 林莱表示那是因为她对男主感兴趣 林莱正式来书店报道 工作上手得非常之快 但对于书记的分布还是很生疏 在帮客人找书时遇上了困难 果然男主一来问了几句 轻松就找到了客人要的书 林莱感激又崇拜 男主谦虚表示毕竟是前辈 如果是独卖前辈的话可以更快 周末来临家里的空调坏了 怕热的林莱已早出门避暑 妈妈提到她小时候就非常怕热 夏天一到就缠着要吃冰淇淋去泳池 只是上中学后就收起了皮镜 之后男主出门腹肌有冤 既有劈头就问她和真理是不是打算一起去泳池 男主一脸懵逼根本没变邀请 或许是真理直接通过林莱邀请 放工后一起走路回家林莱只字不提泳池的事 于是男主主动提起 问她是不是收到了两人份的邀约 林莱反问是真理直接联系她了吗 可两人压根没交换联系方式 林莱又问她想不想去 男主实话实说和射牛们一起会格格不入 林莱顺着表示不用勉强 因为她也不打算去 这天男主和继母单独在家 男主又开始老夫妻操心 想要制定计划带林莱出去玩 但又怕她会反感 继母也很了解女儿 她大概会更喜欢按部就班 因为男主是不是想约她 男主小脸一红 急忙拿出万能免死金牌 二人可是兄妹 只是觉得她总是把自己逼得太紧 暑假也没好好休息 文叶继母不免愧疚 回忆起女儿的童年 那时的她情绪饱满且鲜活 自己工作太忙似乎忘了关心 她也希望能给女儿更多任性的时间 于是郑重请求男主 让林莱适当喘口气 于是男主敲响林莱的房门 一具泳池就被打断 说是没时间 男主于是表示是自己想去 所以要和真理加个好友 林莱觉得死字泄露别人的联系方式 余力不合 总得先问问真理的意思 让男主等回复后就不客气关上门 这天补习完巧遇独卖前辈 她正和大学教授进行辩论 被怼得哑口无言的样子 被男主看见了 虽然丢脸 但自己会适当恢复心理健康 方式就是息怒男主 这一幕恰巧被林莱看见了 工作时林莱偷偷盯着男主 在眼神接触后又迅速躲开 放工后甚至以买东西为借口逃避面对男主 男主不禁回想起两人的第一次约定 虽然彼此不期待意味着不该强行介入 但回忆起林莱那天的表情 她拒绝去真理邀请的泳池时显得很勉强 男主心中坚定了决心 回到家她又提起了泳池 林莱满脸不高兴 以为她指引要真理的联系方式 男主连忙告诉她 其实做这么多 是希望林莱可以去泳池放松 她以为自己说想去 林莱就会羡慕 因为继母提到过 她小时候喜欢去泳池 男主也注意到 每次林莱提起真理 脸上都会挂着温柔的笑容 这样的她邀请你 你怎么会不想去 男主心疼表示 理解她想早点自理 但这样绷紧的旋迟早会断 林莱沉默一瞬 拿起纸笔写下了真理的联系方式 把她交给男主后 转头就说要去学习 那个关系不太好的朋友 号码却是烂熟雨昕 回方后她独自包心想到失眠 甚至隔天第一次睡过头了 林莱道歉就要给男主做饭 却被男主及时叫住 她看出林莱状态非常不好 希望她不要勉强 优先补足精神 今天就轮到自己来伺候她 男主准备了简单的早餐 不得不说这部动画的食物 都做得非常生动 在吐司上铺上黄油 还有搅拌牛奶的细节 经过一夜思考中扎 林莱终于松口愿意去泳池 可此前还有个严肃的问题 那天两人都得打工 男主开心承诺 无论如何都会解决 去打工的路上 林莱坦诚告诉男主 其实那天看到她和赌卖前辈一起 心里感觉讨厌 所以希望两人交往了 自己能有知情权 男主迅速撇清关系 没有再交往 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浅村忧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认可他的努力 理解他的不合权 从不抱有偏见 他越来越想要了解这个男人 也产生了更多不该有的妄念 讨厌的情绪似乎快到极限 讨厌自己被迫面对这些情绪 浅村同学喜欢漂亮的长发 其实他也可以去 不喜欢他提起其他女生的名字 拒绝去泳池时 他无奈的表情和妈妈很相似 当年考虑到经济状况 所以以考试为由拒绝了 之前整理男主家的宠物柜石 翻到了卡式录音带 里面记录着他和爸爸去海边的回忆 年幼的男主说 下次如果妈妈也能一起来就好了 或许从这时起 浅村家父母的关系已经开始不合 人生家庭的创伤 让彼此都忘了曾经想去泳池的心愿 日益继夜学之成熟 学之独立 林赖幻想 如果那时就遇见了彼此 也许他们可以成为坦诚相待的兄妹 也许就能早点相互治愈 泳池体验非常开心 都是多亏有浅村同学调和气氛 比起引人注目 他更上场默默付出 像是专打助攻的幕后人员 林赖觉得这样很帅气 更为只有自己发现的小秘密 自豪又害怕 他把想法告诉男主 夸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林赖微笑伸起懒腰 打算去泳池多有一会儿 那一刻起 男主的目光再也离不开他 这是男主第一次的内心独白 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 早已对男女关系不抱有期待 从未想过初恋茫芽 来得如此轻易又强烈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偏偏是他 回家路上 林赖对男主表达了感激 他很久没有这么尽情游泳了 一切都得多亏男主 只意把他带来 男主开口想说什么 远处绽放出绚丽的烟花 迷人心窍 美不胜收 林赖下定决心要隐藏这份感情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简直就像可靠的亲哥哥 一句话把一些禁忌 而杀在摇篮 男主回过神 弥漫林赖只想止步于兄妹 所以他也不能打破游戏规则 只是需要时间独自消化 至少把脸上的表情收一收 林赖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有没有注意到我撒谎时指尖在颤抖呢 如果他喜欢我 对我告白 我又真的能拒绝吗 为了不破坏父母来之不易的幸福 更为了不为难男主 隔天林赖来到河边 由于集合后 将手中那把锁住日记的钥匙抛出去 而后剪了短发回到家中 剪青丝剪青丝 日记太过诚实 把逐渐喜欢的过程细数记录 他再也不会把感情写下来了 因为兄妹之间不需要也没必要 泳池约会拉近不少同学的距离 甚至有男生被林赖吸引 他叫新装 是牛小帅哥一枚 借口召集大家去唱K 其实真正想约的是女主 却被他以有事为由拒绝 今天刚好约了妈妈聊三方面谈的事 因为爸爸工作抽不开身 所以妈妈打算帮忙出席两个孩子的家长会 可夜班工作不能随意请假 如果安排在同一天 他们的兄妹关系就会被戳破 虽然同位刻意隐瞒 但两人默契都没有在学校提过 温柔的妈妈顾虑孩子们的心情 愿意分成两天去学校 主要也是因为觉得男主至今都还没真正接受她的继母身份 得知妈妈的心声后 林赖决定私下找男主聊聊 正巧男主也有此意 两人都提许妈妈工作辛苦 也不介意别人知道兄妹身份 所以决定把三方面谈的日期排到一起 林赖有终感到高兴 自己不说她也懂 就和往日千千万万次一样 试图忘记的情感竟然又一次涌现 因为是兄妹 他们要把控好距离 保持亲密而不越界的关系 隔天男主把决定告诉爸爸 爸爸听后深感欣慰 表示继母一直在等男主认可自己 妈妈两个字 说出口好像就成了定局 读起来简单 做起来艰难 与此同时 新装对林赖展开公式 再次约众人出门去玩 九王林赖表示得学习工作 即使如她立刻提议开个学习会 地点儿就在真宁家 这下林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 看着林赖成功融入新圈子 不再纵视鼓着一张脸 男主即便只能远远看着 也衷心替她感到开心 独卖前辈注意到英兄妹刻意分开轮班 一如既往调侃学弟 不如投入自己的怀抱 随后邀她来参加这周的大学开放日 被大姐姐环绕 很快就能走出失恋 这天书店里来了位熟客 是男主暑假补习课里的高个儿美女同学 两人有过小接触 实际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如今才正式做起自我介绍 女孩的名字叫下翻 见男主还在打工 就没有过多叨扰 三方面谈这天 男主来到图书馆打发时间 和人气王真理久违说上话 真理一直很关心男女主二人 察觉他们永迟之后产生了距离感 且隐约注意到林赖的变化和男主有关 他单独指入问他是不是喜欢林赖 男主搬出万年不变的否定台词 也见男主百般否认 真理话风一转 问他如果有别的男子喜欢林赖 自己可以为他加油吗 男主一时雨腮 给出了体面的回复 三方面谈进行得很顺利 男主这个三后学生 获得老师大力褒奖 要想考上弥牌大学不是梦 一定是因为母亲教的好 男主接察表示没错 静慕大人填在心里 理解男主正是认可了自己 之后轮到林赖的面谈 老师也有所耳闻 他的不良传闻 但经过接触和观察 可以确认 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服装方面也只是青春期少女 正常想变美的心态 并不是什么过火的事 成长路上有这样的良师 简直是众乐透 聊起志愿学校 根据林赖的要求 便宜和就业优势 老师推荐了一所名台女子大学 林赖不自信能考得上 老师鼓励她在家把镜就行 还推荐她周末去参加学校开放日 亲眼看看未来梦想的地方 隔天来到大学 与独外前辈不期而遇 原来她是这里的学生 兴奋的前辈立刻提议要带她四处参观 这时一位教授迎面走来 一眼就看出林赖很烦恼 于是邀她到研究室单独谈话 教授从独外前辈那里听过他们的事 经与职业病对他们很感兴趣 单纯的林赖被套了几句 就全盘托出 教授问她是不是喜欢男主 了解来龙去脉后认为 这份感情很有可能只是错觉 林赖虽然打扮成辣妹 与认真的内在却极其不符 目前才高二她就来参观学院 显然本质是个认真的孩子 她是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弱点 而往往这内人更渴望得到爱情和认同 这时候就很容易对走得最近 又最理解自己的男主产生错觉 教授建议林赖和更多不同的人接触 发觉他们身上的优点 这么一来就会对男主免疫 但如果到时候 这份感情还是没有变化 就好好珍惜她吧 与此同时 男主为了转移注意 也开始接触新的人事物 比如在图书馆和下翻打招呼 比如补习课后和下翻同步去吃饭 下翻一开始误以为男主是来搭讪 之后也是毫不避讳把心里话说出来 但看男主的神情 顿时了然是自己自作多情 下翻解释因为去的是夜校 加上很爱出入游戏厅 很容易被当成爱玩的女生 怀着不滚意图搭讪的人不在少数 可男主压根没有这些陷入为主的偏见 下翻被她公正的态度吸引 两人顺理成章 聊得越来越开 甚至约好明天一起吃午饭 两兄妹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前行 各自有新的交流 行动毫无交集 一定能慢慢变成正常的兄妹吧 约定的学习会 几人来到征领家 从前那个万事靠自己的林类 终于学会向外人求助 也理解这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新装倒不是来学习的 全程偷看林类 以言不发 两人一起到商店给大家买零食 新装举手投足间都很绅士 解释是因为平日都在照顾妹妹 小城市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偏偏这一幕就被男主撞个正着 思绪直接飘到九霄云外 下翻看出她的心不在焉 坦言昨天之所以没有拒绝她的搭讪 是因为看出她的表情在逃避 迫切寻求一个逃避的对象 男主眼见躲不过 便将原委告知 自己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任性还会导致周围的人不幸 但终究有心努力 下翻决意开导男主 两人来到高楼俯视夜景 下翻之所以多管闲事 全意从男主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中学时父母事故离去 两人的婚事从来不受祝福 所以葬礼上听到的都是责备话 下翻来不及愤怒或悲伤 有的只是任命的无可奈何 后来是领养的阿姨点醒她 必须和内心和解 两人都是受原生家庭影响 对女性不抱有期待 但这份不抱期待 是不是只是在无视和忽视自己的心情 理解后的下翻哭了一整夜 现在的男主在压抑心意 还想要强行把他抹去 和过去的自己如出一辙 下翻提醒她 我们都是普通人 无论如何都会有期待 伤害与被伤害都是无法避免的 人的心意就是这么自私 不可能达到两全其美 隔天一早 男主主动问起 昨天和林赖一起的男生 林赖诚实回答是新装 但没有说的是 昨天她和自己告白了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林赖给她发了好人卡 虽然没有在交往的人 但就是没办法接受她 因为心里已经被另一个人填满 经过一夜的思考 男主接受了下翻的剖析 坦诚告诉林赖自己对她有特别感情 是男女知情的那种喜欢 林赖变得慌张 强烈矩阵否定 会不会只是混淆了对妹妹的感情 男主陷入沉默 林赖逃回了房间 把自己裹成一粒粽子 企图抚平颤动的身心 但眼泪还是不由自主滑落 男主追到门外售后 过了好一会儿 林赖才打开门 把男主拉进了闺房 林赖牵起她的手 表示在她理清这份感情 究竟是家人还是恋人之前 愿意和她一起分担这份模糊的边界 不管结果是什么 自己都不会反感 或者说会很高兴 明确且尖尖回应了男主的喜欢 两人把曾经压下不表的情绪 统统统说开 那些难以启齿的嫉妒 那些羞与说开的渴望接触 虽然也可能出现在兄妹之间 但在搞清楚一切前 两人就维持兄妹以上 恋人未满的关系吧 男主回握林赖颤抖的手 约定今后 两人都要对对方抱有期待 完结洒花 这便是意味生活的全集内容 感谢收看 这一部番开播至今 褒贬不一 有人说节奏慢很沉闷 有人解释事情结细腻 庞夫觉得吧 可能射牛轻笑 或者说家庭幸福美满的人 会看不懂这部番 因为男女主性格太内敛了 但这是我真正意义上 感受到显实的一部恋爱番 兄妹喜欢上彼此 即便没有血缘关系 也有很多外在因素 必须考量 并不是简单的两情相怨 就能冲破一切难关 达到happy ending 世俗的眼光 父母的幸福 以及原生家庭带来的缺陷 这部剧里 把青春期孩子们的敏感 纠结与矛盾 描写得凌厉尽致 我们看这别扭 或许只是长大后 人格已经完善 少了那份矫情 我们感同身受 或许只是在他们身上 找到了昔日自己的影子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有点gorne 敬词 都有点赞订阅